今天央视新闻的报导 东方航空这架搭载了132人的波音737客机 在广西吴州唐县发生了事故 报导指出目前救援队伍已经集结 正在前往当中 伤亡的状况还未明朗 目前最新的消息 我们赶快先连线李宗芳告诉大家 宗芳请说 好的 各位观众 就在今天下午是大陆传出了这个坠机意外 大陆东方航空一架 搭载的132人的波音737客机 是在广西吴州的藤县发生的这个坠机事故 而根据这个大陆的最新报导 整体事故还引发了山林大火 目前伤亡是不明的 而救援队已经全部集结赶往现场 而根据这个大陆民航去表示 机上乘客有123人 机组员9人 而透过网路现在正在疯传流传的影片当中 可以看到有民众是拍到 这个山林中是冒出了阵阵的浓烟黑烟 还不断有红色的火蛇窜出 而有民众是前往冒险前往出示现场 可以看到是一片焦黑 而且还在里头发现到了机身残骸 但是就是这一架东方航空班机 还有待进一步查证 而根据这个了解这个出示航班 为MU5735 而通过这个白云机场的官方小城市查询 这个航班动态我们可以发现 在MU5735是原计划在3月21号下午1点10分 从这个昆明长水起飞 下午2点52分是预计要抵达广州白云机场 但目前是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 才会让人发现这一机意外 而根据飞行雷达24网站显示 这一架航班高度和速度 在吴州是附近是出现了骤降 是断癌式的骤降 而这东航MU5735最后19秒 是从9075英尺下降到了3025英尺 每分钟的下降率高达了18473英尺 大约是5600公尺 而至下降速度还有这个高度 评估来看 这个机上成员的生存几率 可以说是相当的渺茫 不过详细到底有多少的死伤 还有待进一步离机 而我们知道该架客机 是一架B737800NG客机 注册号为B1791 机灵只有6.8年 到底这起追击意外的事故 事发原因究竟是如何呢 还必须等到所有的搜救队伍赶到现场来做进一步离机 而是起追击意外有后续的消息 请你继续锁定我们中天频道 先把时间交还给棚内主播 日落路透社报道 现在画面上 您所看到的是东方航空的航行图 大陆民航局发布了消息指出 东航的波音737客机 由昆明方飞往了广州途中 在无洲上空失联 目前已经确认飞机坠毁了 机上人员一共132人 其中旅客123人 包含机组9个人 目前根据掌握最新消息 当地报道 报道说飞行的数据显示 NU5735是从昆明机场起飞之后 一直维持 大约是8869高度来飞行 下午2点19分 飞机突然以每个小时 845公里的速度骤降 2点21分也就是大约 只隔了两分钟的时间 雷达的荧幕就失去了 这架客机的踪影 目前掌握最新消息 东航坠机之后 大陆网传广西唐县民众 找到了东风航空公司客机的残片 疑似可以看到 中国东风航空的字样 而根据了大陆 多个航空媒体 微博博主的消息 东风航空NU5735 是由昆明飞往了广州 根据了这样的显示 其实这个速度跟高度 就是在下午2点50分左右 在广州的吴州附近 出现了骤降 瞬间掉落在山区 这个飞机正常的落地时间 应该是在刚刚的下午3点5分 但是却是瞬间的坠落 掉在地面 就目前找到最新消息 先提供给大家 好 中天推荐大家这台 旺旺的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三分钟哦 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电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里买呢 上快点购的网站 就可以买到了 谢谢大家